奔利攀爬在 塗滿牛油的柱子上 每個參賽者卯足全力 中第一 宜蘭縣美鳳農曆七月 舉辦的重頭戲 投誠搶菇 年年都吸引不少人參與 不過近期傳出要改掉 搶菇這兩個字 以專家寫者給我的建議 以資訊 他們認為說這個文字 是以前運用就不當 所以要去證明 把它名字要改為 這個字要改一下 搶菇指的是 讓菇魂野龜搶食的意思 但是過去選擇用字時 是以音取字 一用就長達百年 於是就有專家學者建議 應該把這個 由左子右瓜组成的菇字 改成左右右骨的菇 因為這個菇有酒的意思 更貼近這項庆典背後的含義 但由文室工作者 對更名行動有意見 我們從台灣的史書上可以找到根據 就是260年前的敘修台灣輔制 所以這個字絕對不是我們宜蘭的先民 不認識字亂抓的字 它有傳承的意義 所以我認為它是不應該改的 我是以前比較保守的孔比較好 現在新的這個孔 那個日子 還有比較保守的 是舊的就好了 新的我覺得改的沒什麼 民眾認為若突然改名 反而不習慣 因為已經長達約200年的歷史活動 在文化意義層面上 早已根深蒂固 美食新聞 黃富裕 宜蘭報導 所以我可以 talked about this